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由于地质也很松软 有很多地区都是处在地壳的 就是板块的裂缝上面 所以每年的像风灾 水灾 地震 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灾害 许多人都家破人亡 在这天灾 地变之后 我们怎么样来支血 怎么样来复健 这其中充满了很多的温暖 很感人的故事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个团体 就是在《八八风灾之后》 成立的台北效力志工团 我们欢迎团长熊海玲 李姐好 大家好 海玲是你吗 是我 本身 不是海玲的女儿 是我 是我 永远这么年轻 谢谢 因为她做膳食的关系 心情特别地开朗 人也永保年轻 对 好 第二位 房燕凯先生 李姐好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第三位 魏建荣先生 李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一个一个请教 海玲啊 在我的印象里面大概 二十多年 快三十年了吧 你那个时候在台上 那种妖艳 那种美艳的感觉 身材的美 腿又长 唱起歌来 使得台下所有的阿兵哥们 都为之疯狂 尤其学这个崔台青那一段 真是叫我到现在都难以忘记 你怎么会从这舞台上 跑到这个志工团去 当团长了 因为我有爱心 爱心每个人都有 只是说你做不做 我做啊 做啊 你怎么当团长的 我们这个校立志工团 成立之后 我们第一任是房元凯 前任团长在哪 对 我们是两年一任 那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所以我是第二任 你现在的团长 对 前一任也就是发起人 是房团长 房先生 您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参与这个 八八风灾的救灾工作的 是这样子的 在八八风灾是2009年 距今已经四年了 那当时其实我相信 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也都印象很深刻 在那个时候 其实全国的民众 看到电视机上面 每天报道这样的一些 非常让人看了 很心痛的一些画面 那自己呢 跟很多的一些 民众朋友一样 很想要亲自地能投身在 这样的一个救灾行列当中 于是当年的时候呢 我自己就瞒着家人 然后带着四位朋友 就在八月的 事发的第一个礼拜的周末 就驱车南下 跑去屏东的嘉东乡林边乡 想开这样的一个救灾的活动 那当时就是从这里开始 慢慢变成衍生到我们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志工团体 那其实熊爱玲像她 娇滴滴这个女孩 她怎么跟你结缘的 怎么会投入这个工作的呢 我当初是先认识房元凯 然后没多久就八发风灾了 后来认识她 后来我听说她有到南部去 参加救灾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 我说那我也要去 她说熊姐你不要来 泥巴你搬不动 我说我可以 她说不要 你不要来 你来 记者都来了 都围着你 遭风应叠 会妨碍我们救灾 我说好吧 反正她不让我去 我也不能硬要去 后来我说好 那如果有一天需要我的时候 你就打电话给我 后来我就去美国 去看我儿子 后来有一天 我在美国接到她的电话 熊姐现在需要你了 当年的那一年的尾牙 因为那时候救灾 已经告一段落了 然后那时候媒体 已经没有那么关 没有报道灾民的事情了 然后房元凯 我们这个团体就想说 他们的心灵也要照顾一下 而且刚好要过年了 第一年发生灾害 过年都没有家了 我们就想说给他们办一个尾牙 送温暖 在屏东 那个嘉东 温子国小 办了一个晚会 就是全省的网友 一起帮他们做一个烤肉 当天好像有三千多人来参加 那我是觉得在救灾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看到画面中 那种凄凉 很凄惨 没有家 没有亲人 都离开的感觉 好像那个时候小林村 整个村都灭了 那幸存的人 他们回来的时候看到 所有的环境都面目全非了 这些画面的取得 听说你们也保留了很多 那就是我们的魏建荣 您是等于担任现场摄影的 您要把这些画面 传递给全国其他的 各地区的朋友们 让大家也感同身受 伸出援手 是 其实那时候就是 就是自己下去 再去帮忙的时候 其实只是单纯地想要帮忙 清理家园 然后让他们尽快 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但是想到其实 很多的画面 其实是除了电视以外 是大家所没看到的 那包含就是一方面是 就是灾民在现场的 这个重建家园的部分 以及这个志工 从全省各地涌入的志工 去帮忙的这个 无私的这个奉献的这个画面 那我就想要 就是借我的相机 去把它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知道说 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那次你们开的这个摄影展 主题都是这个风灾的吗 还是强调什么呢 其实那一次的摄影展 主要是针对 就是巴巴风灾的回顾站 那主要就是 其实台湾就是一个 每年都会遭受到 风灾袭击的一个国家 那其实这个随着 气候变迁的影响 这个影响的 对我们这个 小小的土地来讲 影响是越来越大 是 对 那我们希望 借有这样的一个摄影展 然后让更多人知道 也唤醒各位 然后我们曾经遭遇过 像莫拉克风灾 这么大的一个灾害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 从这些经验里面 去得取一些教训 然后或者是更注意 在我们台湾的 这个环境保护上 然后让这样的事情 尽量不要去发生 对 听说在救灾的过程当中 你们也曾经碰到过 让你们很感动 而且不知道如何 来帮助他们的这种感觉 总之上 您是不是也曾经碰到过 对 没有错 我相信在这个任何一个灾区 救灾的过程当中 不光是受灾户 我相信很多投入 救灾志工的行列的 很多的朋友们 一定心中都有 非常多的小故事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个独居老人 那当我们去协助他 重建了他的这个住宅 这个家庭之后 那当我们转身要离开 前往下一个受灾户的 这个住户里面 去做这个重建工作的时候 那这个独居老人 老阿嬷 他泪流满面 然后说不出话来 但是我们感觉得到 他想要对我们说声感谢 那当我回头要走的时候 因为阿嬷身形矮小 他拉着我的一脚 然后就做了一个 跪下来的动作 那真的是很感人的 对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 除了感人之外 我们却 我却不敢去搀扶他 或者是抱抱他 因为我们全身都是泥巴 我怕 我们怕我们把阿嬷 唯一的一件衣服 都给弄脏了 是 因为受灾户 所有的家当 其实都 全部都没有 对 全部都没有了 然后阿嬷穿的那一身衣服 也穿了好几个礼拜 所以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时候的我们 这些志工朋友们 其实脑子里面很单纯 除了只想帮忙之外 另外就是不晓得该怎么样处理 这样的一个场面 所以我们只好赶快快步离开 躲到一个角落 自己去擦眼泪 擦眼泪 对 难过得很 对 其实从事志工服务的 周段期间 非常感谢家里的支持 因为有家里的支持 我能够就是 全新的在志工的 这上面服务 那另外就是 也感谢就是 当时服务的 这些载区的 这个 载民 让我这个服务 能够这个机会 去服务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